一个清甜 一个清冷 一个炫说唱 一个银戏腔 一个食指快速划过钢琴琴键 一个用天刺海豚音唱出歌剧效果 4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夜晚 春天的气息涌动 晚风依旧心里吹 天刺的声音三开启了第三阶段 新的飞行音乐合伙人带来新的可能性 常驻音乐合伙人平稳输出自身实力 一个与另一个组合 有时形成貌似火雨冰般的紧张对质 有时又形成形似沉鱼土样的声音叙事 比如戴雨桶与房东的猫的合唱 第一次 小清新的同时 又有着内在气质的不同 一个清甜 一个清冷 比如Corsack湖梦州和赵磊的合作 黄种人 歌善盛场歌有特点的同时 又互为补充合作无间 一个炫说场 一个银戏腔 在比如 周冲Corsack湖梦州的共同演绎调查中 在平静处显暗流涌动 在高潮处现惊涛骇浪 在对各自记忆的运用处 娴熟而放任 一个食指快速划过钢琴琴键 一个用天刺海豚音唱出歌剧效果 当然 在天刺的声音三第七七 除了舞台上的天刺的声音外 歌里歌外 并有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 周深的三度选择 人们对周深的喜欢 首先当然是他的天刺的声音 然后 少不了的则是对他的高情商的福音与欣赏 在天刺的声音三 这一点再度体现了出来 对于选定目标的绝不放手 对于自身被选后的委婉谢绝 第一组上场的 飞行音乐合伙人Corsack 胡梦舟与赵磊 在表演后的选人环节中 首选并非周深 而周深在抢人环节中 抢走了Corsack 胡梦舟 接下来的场面 可能另包括周深在内的所有人 都意想不到 两组飞行音乐 合伙人戴雨童 房东的猫 汪小米 五个月都先后首选周深 作为合作拍档 周深的回复带着小机智的同时 又有一些小幽默 还充盈着满满的善意的谢绝 他把一首歌的歌词 写在了小白板上 这句歌词就是听我说 出自歌曲听说说 谢谢你 两次一小白板 回复两组飞行音乐 合伙人的方式其实一样 只不过 第一次写上的是听我说 第二次写上的是 TWS 听我说三个字的拼音首字母 在解释听我说的含义时 周深附上了他的一小段 听我说 谢谢你的演唱 在谢谢对方好意的同时 又充满了善意 刘水记的改邪归正 在天赐的声音三的前六期中 声音鉴赏团成员中 有两位的声音相当的尖锐和刺耳 良员 刘水记 他们似乎有着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与不一怀疑处有怀疑 与细致末节中找问题 但在第七期 他们却似乎集体转向 整场节目给良员的镜头很少 而刘水记对歌手的点评 也基本上是赞词 这是否是刘水记 在节目中突然的改邪归正 还不好说 其实 就像周深在前面节目中所说的 引踪真的很难 难可能有很大层面 就在如何平衡之上 平衡原创与改编 平衡技巧与感情 平衡批评与赞美 但作为观众 大家似乎应该在理解中 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听歌上 因为 这档节目是一档有关歌声的节目 它就叫天赐的声音 你来说天赐的声音